腾讯体育10月20日选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,八强战IT对战KT,第三局赵信平平游走,剑机carry全场,KT始终选择稳健发育,虽然IT完美运营,剑机传送投家,但最终KT以三人之利率先推掉水晶, 赢得比赛胜利,双方BP本局比赛,IG在蓝色方,KT在红色方ID本,孟严,锤石,剑魔,加里奥,新德拉IDPick,牛头,霞,利桑卓,赵信,剑机KT本,阿塔利,瑞兹,秦刚颖,厄加特,交机KTPick,洛,刀妹,贾沙,九头,沙皇精彩回顾ID0-1KT本局比赛中, 前期赵信游走上下两路被剑机建立优势,中期双方队也需多次加持不下,剑机单单下路持续掠夺野欧资源,后期利桑卓平凡支援三路,KT机杀男爵,但剑机灵性传送推塔,ID选择抱团游走推塔,比赛前期, 双方中下路针锋相对,争夺野欧视野,九分三十秒赵信招场配合剑机月塔强杀刀麦顺时机杀峡谷先锋,利桑卓入侵敌方野欧拿到蓝buff,剑机推导上路一雪塔,十三分九捅下路绕后来服侠,KT拿到下路一塔,比赛中期, 双方多次在野石江石,十六分三十秒双方正面团战,狭抢火龙反召KT三杀,十九分三十秒杀黄利用技能击杀利桑卓,双方分代三雪将经济再次持平,二十三分三十秒剑机单杀风龙,二十五分利桑者,支援下路击杀刀麦,比赛后期,二十六分中路KT四人持续推塔,二十八分利桑卓下路, 再次配合剑机击杀刀麦,将冰线推上高地,与此同时起与三人逼团男爵,成功打住完美运营,三十分,KT开团男爵,二继以四换四,剑机灵性传送推塔,三十六分,二继以四人上路团唱,剑机再次推塔,三十七分二十秒,I继以越古巨龙和KT不化男爵,三十九分双方再次中路团战, KT直上高地,剑机传送拆塔,但KT三人推他迅速,赢得比赛胜利,战场阵容KT战队,上单SMACK送上号,打以福高东斌,中单悠口孙宇炫,ADC left,金赫奎,辅助猫特赵雪恒, IG战队,上单Fresh江城路,打以NING高智宁,中单ROOKIE送一进,ADC Jackie love, 剧人多,辅助导游了毛六一文蓝汉, 在大人并用禁止用白帝继扣描, 穿少量强预党的路线条法具有效,